二零一九亞太青少年 暨青年錦標賽 在臺北體育館點燃戰火 共有二十五個國家四百名選手參賽 在青年組女子五十二公斤中 許林軒動作俐落 掃腰一碰不到三十秒內拿下金牌 剛經過世大運洗禮的她 回來後比賽變得更有信心 他曾在全中運創下六連霸的驚人紀錄 過去還在這場賽事中跨級挑戰青年組 最後以銀牌作收 但今年成功奪下該組別守金 讓陪伴她多年的蔡宜芳教練 特別有感觸 2017的時候就有機會拿到雅清的金牌 因為那一年她就是雅清少 同時比雅清少 雅清少的時候她就金牌了 然後又挑戰雅清 結果拿了一個銀牌 其實她對那一場 其實還滿真抱有一個希望 不過再一次的一個不小心 就輸掉那場比賽 兩年後又在自己的國家 把正面金牌留下來 對於她對於我都覺得滿興奮的 拿到青年組的正面金牌 對許玲軒可是意義非凡 彌補了兩年前 沒能跨級奪金的遺憾 相信這一勝也會讓她 在接下來十月份的世界青年錦標賽 更有信心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